大家好 歡迎收看《即時攻略》 我是李慧儀 環節嘉賓有Anno Anno 你好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股票上的問題 想我們專家意見 可以打來204-6566 或者E-mail去到askbschannel.com 亦都可以WhatsApp去到9157-1428 我們現在Youtube、Facebook正在做直播 大家可以留言、like和share 跟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恆生指數最新報26258點 升242點 國企指數最新報10597點 跌35點 大股成交暫時有1413億 Anno看到成交金額半日多一點 已經去到14億以上 還有看到大家的焦點好像已經由美國總統大選 去到美國藥廠輝瑞 就說新冠疫苗在成效方面已經超過九成 看到隔晚美股曾經創新高 不過收視就個別發展了 港股這面 港股3日 其實之前都已經升了1000多點上來 今早早繼續氣氛很好 暫時升200多點 還有看到新舊經濟股好像風水輪流轉 那樣反過來 看到舊經濟股有得升 短期內的市是否會繼續因為疫苗好消息而受到鼓舞 還有舊經濟股都會走走運 其實這一天 或者昨天晚上 美股不算大升市等等 你見到的狀況就是疫苗消息出來之後 導致期貨真的升得很小 導致是破了位 但是問題是納指呢 你會見到是疫苗下跌 今天亦都說大家傳統喜歡炒的ATMX等等 新經濟股幾乎都是全線下跌的 你講港股的市場也是 你看恒生科技指數 今天的跌幅都相對地比較細 所以你說很多人可能今天買股票 買開那些東西 可能甚至今天是沒有錢賺 還要說收頭上的股票是被人拋售 所以你說疫苗的消息 主要就是使市場有一個資金換馬的狀況 老實地說 新經濟古貴 一向都在說的 現在純粹加多一個誘因 就是有疫苗出來了 預料可能年底開始 有些疫苗就出來了之後 陸續有來的 不會只是說輝瑞和德國那間藥廠 不會只是說只有這隻疫苗 市場就是在想疫苗出來了 成效亦都比想像中好有九成以上OK 好像是幫到手了 經濟就會慢慢的搭配 例如航空業等等 之前可能猜要四年左右才OK 現在又可能好些 可能兩至三年就做到等等 可能是衝勁著這件事 所以資金就有個很明顯換馬的跡象在 所以今天就算市況是大成交金額 其實在反映著什麼 就不是說跟以往不同的 不是說市況氣氛好 就算今天就典型見到一個 資金換馬保存在 所以我覺得看法上面 這一刻都維持回之前的看法 你分散頭指一定會上來比較好 這段時間從來不建議 只是集中在一些新經濟股上 會有機會面對著好像今天的風險 但是今天的市況其實很尷尬 假設你真的拿著ATMX那些新經濟股 你這一刻跌下來的這些位置 當然應該走了 跟著換馬 對 我想你提心提第一方面 如果你說的是一些新經濟股 真的涉及一個宅經濟概念的話 短線可能要先震走 假設你宅經濟概念 譬如ATM裡面好像以騰訊為例 如果你600元樓上去買的話 我覺得真的喜歡600元 趁一趁線的 可以有機會再多位去買飯 但是反過來如果你500元開始急 550元樓下買的話 你有位置手 我覺得都還可以提一段時間 這個問題 始終騰訊是有一個宅經濟概念 但是宅經濟不是它的寸波 如果你真的好像美股像Zoom那些 完全是宅經濟概念 這類型就真的要小心 但是你講好像ATM 有些少少宅經濟概念的話 短線是會差的 但是不代表中線的走勢 未來之前都說 你說經濟電科技股一定不差 這個看法也沒有變的 但是你手頭上都要有些少少的 經濟股 但是經濟股你說去炒些什麼 當然說 好像今天最直接就是 說一些航空股 旅遊義大 相關股份 你說最簡單直接就買國泰 我沒有說不行 但是我不會說全部都放進去 這個問題就是今天升了上來 反映了很大部份 很多大股是調高的目標價 但是這些水位再追 就不會有很多上升空間 所以直播率不及日 你說國泰國有機會落到6元 可以想的 但是現在6.3、6.5這些位置左右 今天又是一枝陰燭在 我就覺得我會等 但是有沒有機會6.1這些位置 才會出售 相反地你買舊經濟股會找些什麼 你記住就是現在的市場解讀方法 就是第一方面 特朗普不能夠聯合 接著加上疫苗上 就覺得疫情最壞事克異果 所以一些傳統舊經濟股 的確沒錯 不會差到去哪裡 你叫匯控都升上來 但是要去追 好像以往提及到中資金融股 友邦匯控 這些傳統金融股 你這個水位去追 又是會有同樣的問題 不會有太多上升空間 所以你說真的要去追 傳統股份上面 我覺得既然市場 現在資金換馬 是從一個估值角度去出發的話 我會選一些舊經濟股 第一方面 是要受惠經濟復甦的 另一方面 就是公司有個穩定的現金樓 未來你說 隨著經濟復甦 整間公司的估值 是有條件大幅向上調升 所以你變相 就是落到一些資源類的股份上面 我反而覺得可以看得比較好一點 所以如果你說今天 你選擇要去買一些舊經濟股 吸納些什麼好 資源股 我覺得是首選來的 而在反貨上面當中 好像說神話這些 破了14元這些阻力位 我覺得可以去想 所以你說今天的策略就很簡單 要買 買多一些可能你以往不想的舊經濟股 分經濟股 好了 如果你真的拿著好像騰訊這些 你短線角度避一避 有機會低位買飯 不會說落很多 你說要落到550元樓下 不會看得那麼差 但是你說落到去可能接近580元這些位置 再去買回來 可以考慮做一些短線補儲 但是你說如果不是那位追了 550元樓下拿著 我也會建議繼續中線持有 所以特別留意一下 宅經濟上面 你在香港上面 手游類型的相關部分 心動、中手游這些 你短線要加倍消心 但是你說如果純粹好像 一些不是太過關於宅經濟的 其實最終都是會受惠過 經濟復甦的 好像微盟那類型的科技股等等 SARS 或者是雲業務那些 問題不大 你說短線震盪 你就要是分駐級 要是繼續中線持有 但是你說這一刻 如果你選擇去買東西 就真的可能會移回一些 舊經濟股為主 但是就未必會選擇 好像之前那家國泰 那些聲音那麼誇張那些去聚 因為問題就不會有太多 上網空間 所以就 我想在市況上面 現在其實氣氛上面 都是向好的 但是可能整個 組織上面 可能會有少少改變 但是 只要你記住主題 我經常都說 第四季的思好 大前提一定要經濟前景 一定是疫情過了 慢慢復甦 你從這個角度上出發 其實老實這麼說 你按照計 就沒有理由只能買騰訊 所以你說最重要的 基本面有沒有變 這一刻既然沒有變 的情況下 我的看法都不會有太大改變 嗯 騰訊就可攻可守 我看到有兩位觀眾都問 是京東和阿諾反 因為看到它今天其實都 ATMJ J來講 跌得比較多 暫時就333元 跌了29元 8%跌了 過幾天就出業績了 這一隻又怎樣做 其實我想你短線要留意 有一個額外因素 就是那些第二上市的股份 嗯 美股所有科技股被拋售的情況 是非常之嚴重的 嗯 因為講第二上市 或者你美股上得的科技股 那個股值 本身是拉到一個 比較更加之離譜的水平 是 所以短線你要擔心 就是美股市場大來的波動 特別講拜登上場 特朗普下台 這個因素令到 喂 美股市場的資金門馬部署 就相對地更加之明顯 所以第一方面 就不要想雙十一 是 雙十一我都知道 數據不差 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問題未必代表股價會升起 但是如果京東這些跌了那麼多 這些水平就很尷尬 所以暫時我建議 330元做個短線指示 是 短炒近期才追的 沒有辦法了 只是買其他東西先 但是如果300元以下買了京東的話 我覺得也有得手的 我又覺得 未至於說納指有個紅方性炮銷 所以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就不會再加注等等的了 但是有課中線次有 沒有說不行的 始終京東 又不是說完全摘經濟概念 純粹在說 昨天美股真的很多相關不同的科網股 就算微軟那些 都是被人炮銷 所以你看回香港上市上面 好像萬國數據那些 今天都是跌一成的 沒有辦法 以科技股做第二上市的股份 短線來說 壓力一定是會有 短線部署 330元跌穿的 走了 但是中線次有也沒有問題 是的 短線設定330元做指示 好 晚安 我和你看到一個板塊 見到今天 除了剛才提到航空股 升到板塊的聲音之外 那些豪島股都普遍上升 見到澳門那邊 還表示已經和香港這邊聯絡了 總會說那些澳門居住在香港 居民回香港之後 還要無需隔離 見到豪島股前線做好的 銀魚剛才早上都破頂 那些銀魚剛才早上升了一成 金沙、美菇、梅、永利等等 都升得很好 還有當中 銀魚就出賣第三季的業績 見到它的淨收益年下跌了八成八 按季就升了三成四 經調整的伊比達 虧損是較第二季到六德的伊比達 虧損是改善了三成一 見到它都升得很不錯 Arnold 這個板塊又可不可以 撥一下它低產 打上來 還有怎樣看這份業績 其實第一方面 就是豪島板塊不算是低產 其實有不少的豪島股 距離今年的高位不是很遠 就是慢慢升回 近期純粹是九月十月份跌得多 九月十月份跌得多 有原因的 因為八、九月份的時候 衝驚過龍等等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買豪島股 其實和航空股的分別 不會有很大 因為大家都知道 情況是有好轉的 銀魚推出當然對它受害 但問題就是這一刻再追 直播率會很不吸引 所以豪島股我不會想的 但是有課的當然可以就抓住了 始終的確 豪島板塊最壞的時刻應該過了 但是我想復蘇的過程 仍然是比較遙遠 剛剛說的健康碼等等 市場的爭議聲音 仍然是非常之大 也都不代表說 推出完健康碼之後 那些人會一窩蜂這樣去女版 老實地說 現在你說澳門已經通關了 就過了 之前你都還可以說 中秋等等 沒什麼人去 但是問題是你多給一兩個月時間 市場如果見到 就算通關有健康碼 那些人都是不去的 柔老股也都可以copy 過去兩個月的狀況 高位再衝回下來 所以我就覺得 你要麼心態就免 中長線炸主 你舊經濟股的特色之處就是 你不會有些誇張的爆發上升力 你不會像琴訊那些 夜長升長幼 但是拿著一段時間 你說那個回報會有的 所以如果短炒上面 在這些位置 中國投賣去買紅島股 我就不太過建議了 因為其實你看股份上面 不論金沙 銀魚 譬如綠大賭場上面 金沙銀魚 或者是美高梅上面 你看今日的陰陽燭上面 看到有些少許建定席帳 相對地比較好少少的 就是奧博 和泳利澳門 這兩隻走勢 可能會好少少 你今天知道的陰陽燭 相對地你沒有那麼擔心 但是問題就是 他們也在九月份 八月份跌倒了 就是放解 所以這些位置再追 我覺得很多股是不吸引的 你說有貨就繼續拿著 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在這些位置 選擇再追 我覺得一定是有其他東西 會相對地比較好 是的 還有其他選擇 安奧就不建議 現在這些位置追豪賭股 好 我們回答一下朋友的問題 有位朋友就說 財險 這個2328 中國財險 5.8買入了6000股 在一個多月之前 現在應該是止賺還是止蝕 你拿著舊經濟股 內險股 就不是近期市場的焦點 你5.8財險這些位置 都不算超高水平買 你可能近期突破追了 或者兩個多月前買 其實你看圖表上面 都仍是有個相底格局 都仍是一條頸線在樓上 所以你不穿5.8 有條件繼續向上望 但是你量度升幅去看 都是走多7毫子左右 看6.5而已 所以暫時財險 就中線目標看6.5 不穿5.8 基本上短線繼續持有 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穿了5.8 可能各位震一震 如果中線部署策略就是5.5做止線 不穿5.5看6.5 沒有問題 你5.8拿著直播來吸引 可以拼一下 但是如果短線部署 今天出了一些射擊之聲 最後5.8都跌穿 那你就試一下這些位置走去 扣低一點去買 但這個就是短線的策略 你要看得很實 如果你看得不實的話 那你就繼續拿著 是的 同一位朋友就問 他還有一隻先升 先升藥業 2096 10個1號錄入的有2000股 什麼位置賺和止蝕好 其實我這些位置建議 我對藥股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我覺得 特別一些已經潛水的藥股 我覺得你先升的 其實來說 始終過去一個星期 市況氣氛真的很強 但問題是 行指為你累積了差不多2000點的升幅 這些位置其實 你在資金換馬的過程當中 你經常留意現在炒股票 你未必說炒指數 炒股票 在資金輪動上 你想一下資金有沒有條件 流入去 相關藥股上面 其實你看整個藥股板塊上面 可能局部有幾隻 有些特別的利好消息 沒錯 有人會用星控朵 但是這隻先升藥業 看不到資金突然去炒 甚至你看到那些成交金額 一天給一天數 所以我覺得 你問我 其實我不會買買你 你10個1買了 這些位置不算輸很多 我就離開了 因為你說 如果設置止洩位 要設置在9元 你拿著 還有機會輸成一式左右 現在的市況氣氛又不是差 我覺得你買其他東西 會上一些比較好的 是的 這位朋友就留意 今晚參加安奧的意見 好 這位朋友就問這隻3738 上網目標價是多少 安奧這隻是不是上月 好像破了紀錄 剩下三成多 是的 你講的是升得很多很多 但是你說 始終SARS概念股份 之前是很好炒 如果你說 你之前拿了貨的話 你估計不是昨天追 你有這麼多上升空間 今天好像跌不下 所以你說的策略上面 9元做賺止洩 不穿 放多一陣子要 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真的穿買9元 今天出現了整支陰竹出來 或者說今天那支竹身都跌穿了的話 就要優略去 問題就是始終升得多 你看美股也是 很多股份 未必關於基本因素轉差 純粹升得多 你當市房氣氛 資金輪流出的時候 是可以沽得很小 那論估值它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說SARS概念本身很弱的 做一些可能網上串流的 可能影音 音樂等等 我覺得不是真的那麼索率 所以我覺得就穿9元 我會願意走 你說沒有貨的 我就不會再去追 那是有貨的29元做一個指責指洩位 是 留意一下 好 那另一位朋友就問這個 175有貨應該怎樣部署 我看到那些車股今天都回了很多下來 那你現在跌著 那是20元做指洩 今天試過盤中跌穿過的 留意我們說這些特別大隻的股份的時候 指洩位是考慮是以收市價來看的 如果盤中跌穿 你怕的就走了 就走了就算了 但是你說這樣 如果站得20元的樓上的話 其實車股又不是真的差得那麼厲害 你始終車股不是集經濟 人其強勢的那些有機會會透 所以我覺得 第一方面不算是集經濟股的話 不需要說太過擔心 但是你看美股上面 有些新能源汽車股份 除了蔚來之外 昨天都沽得很厲害 所以阿吉利如果穿20元的話 有機會落回18元去賣飯 所以看心態 如果你做短炒的 20元只是 如果你不是短炒的 基本上你站得在18元樓上的話 繼續中線持有 都會有挑戰 是的 這個朋友就留意 好 我們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喂 喂 你好 你好 想問些甚麼 中興通訊 中興763 是 是 現在買不到 買單行 想現在買 是 21.65% 那3%左右 買得到嗎 其實我們看看今天整個5G的相關版塊上面 可能7-800 23-42 連同中興通訊 或者連同中興都是 一樣都有個高位回套的壓力 我覺得這些位置去追 就不吸引 是 始終之前升得太多了 所以中興其實 不穿20元 還有機會有得去 但是高位調整的機會相對比較大 你要去搏的話 21元以下才出售 20元做止 這個市況我覺得不用這麼心急 資金都是輪動炒作 既然之前炒了4天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一天 短線間內先休息一下 你要買都21元以下才搏 是的 陳先生留意了 21元以下不用這麼急 暫時21.6 自己留意了 好 我們回答這個WhatsApp朋友仔問題 有位朋友仔問你 匯豐 我35元入貨 可以上網多少 阿諾見到他今天都 升到1分之不以上 其實你覺得看你短線 如果你短線的話 我覺得未必會每天升到這麼誇張 你始終在說昨天 沒錯 美國很多銀行股等等升得多 但是匯豐會不會留一個超大的上升樓 完全不收補 好老實說 不是那麼容易 我覺得就短線來說 我覺得波幅區間操作 35元至40元左右 如果你拿正股的話 你不穿35元 你可以先放下資料 反正你沽了匯豐 暫時來說 做一些匯馬部署上面 都未必說有什麼特別吸引 現在的上升勢頭樂觀 市場對經濟前景又展望OK的話 你35元買了 就繼續中線自由 我們回答Eric的問題 Eric就說阿里巴巴和京東越跌越有 阿里巴巴29元有貨 京東就360元有貨 應該現在止虧了 還是等它輪動彈 等它輪動彈 看你的心態 你有機會再多跌下去 然後才升 你始終他們升 京東也好 阿里巴巴也好 或者整宅ATM都是 你過去幾個月升了這麼多 你有機會再輪動炒作 你跌多多些下去 然後才再升上去 所以看你的投資心態 如果你不介意短線來說 你說要每次捕捉到最低位賣 最高位賺 老實地說 ATM一向很難做到 你美團由100元升到200元 這200元的升幅過程上 都不是說你可以捕捉到 如果你捕捉到 如果你捕捉到 不止200元升幅 300-400元左右 會不會是溝貨等等 我覺得暫時來說 你如果有多元錢 剛剛說 你盡量分散回頭子 你買一些舊經濟股當炒的 譬如之前說 你買一些神話那些 起碼萬一 如果它們再跌下去的時候 另外那些股份 可以幫到手 這樣的策略會相對比較好 好過強行全部集中下去 一些新經濟股 因為萬一 你現在未必說是市況差的 純粹資金輪動換馬 真的換下換下的時候 甚至公佈完業績之後 不對勁的話 很嚴重的 所以你有多餘資金 我寧願你分散投資 你溝貨 我覺得買其他東西好過 但是你需不需要止竊 提心提 如果短炒的話 我之前都在說 京東宣330元 就先走 我覺得OK的 但是如果你中線持有的話 當你這樣290元 360元這樣買 在中間價位左右 可能這些位置打個平手 如果你做一些短線部署的話 其實你真的可能指一指洩 但是再要上去的 你又要罪犯 所以你短炒上面 你要留意一下 其實真的要提到好貼的 我們通常都不建議 做短炒部署 很難給足一個很完美的建議 但我覺得其實有機會有得手 我覺得就不要溝貨了 有多餘的錢買其他東西 你可以繼續中線持有 是啊 是啊 如果想拿著就拿長一點 暫時就不要溝貨了 Eric 好 我們聽一下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李小姐 李小姐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主持 你好 今天早上的1919也沒有走 又沒有走 現在人要不要走 又怎麼回來了 如果走在什麼位走 會不會有機會彈上去哪個位 在什麼位走 麻煩你 好 1919 中遠海 我還有2600 2600 我還有三萬股 三萬股 我走了一半 兩個八九度 我就沒有買回 我不敢買回 銀正一半 如果在什麼位好買回 我又是七極其買的 明白 七極其買的 我最重要是現在1919 是否需要現在走 還是什麼位走 要不需要 要不可以彈上去 在什麼位走 好 麻煩你 麻煩你 謝謝你 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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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19 還是繼續拿著 沒有這麼快轉勢 暫時這一刻 會相對比較安全 所以1919的策略上面 不會變的 你還是繼續拿 都拿了這麼久 可以繼續長線持有 我覺得問題不大 至於2600上面 之前說的 一些資源股 是可以考慮 但是2600這隻 就比較高風險些 我覺得你再買回 又無謂的 既然有貨幣 那就繼續中長線持有 有多餘的錢 我們分散買下其他 不需要只集中買一隻股份 股票市場很忌 一件事就是 哪裏跌低哪裏起身 這件事真的很忌 你留算未來來說 舊經濟股炒得起 老實說 現在因為集裝商 那些航運股 真的很厲害 你才有機會上百元那些位 但是2600 就算情況怎樣好也好 要上以前那些五六元 流上的水平 我暫時看不到那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 有多餘的錢 就買其他東西 不要亂溝貨 但是有正如的 之前持有很久 就繼續長線持有 始終我覺得 沒有特別看得太過負面 是的 麗小姐就可以參加安樂的意見 我們繼續回答WhatsApp 朋友仔問題 有一位朋友仔問這個 2196 是否復星醫藥 他就說39.6有貨 還能不能回到家庫 我覺得這隻有機會 讓你平手 我會願意走 其實這些位置 你說去追 今天都很多人在想 看到輝瑞的藥之後 復星其實都有跟他們合作 是的 大家都憧憬 但是問題就是 留意一下 那個疫苗上面 又不是一些超新鮮新聞 你留意一下本身市場 預計疫苗的示範表 12月份有疫苗 可以說是預了 現在驚喜的位置 就是這個疫苗的成功率 或者測試 九成 甚至比預期更高 市場本身預料是 70%左右 已經收貨 現在我相信是比較好一點 你說其他的疫苗股 譬如說康熙樂那些 又不是說真的完全沒有了相機等等 可能隔一段時間 你看回以往的疫苗消息 輝瑞是比較零線的 過一個星期後 可能說康熙樂那些 第三次臨床測驗那些 又好了 可能又上升 但是你說復星醫藥上 今天升了這麼多這些位置 再去追就很尷尬 我覺得我先看好一點 因為始終說 他真的在內地做那種藥 去到第二階段 我覺得再追就這些位置 就很不吸引 但是如果39元這些位置 有機會平手 我覺得就了 因為問題你真的告罪了 這些消息反映了一大部分 短線來說 不穿35元 可以繼續向上望 但是再追就不建議了 有貨的你就繼續抓住 是的 你的朋友仔留意一下 39.6元有貨 如果平手就先走一走 好 我們再回答一條問題 1211 建價可不可以賣入 安奴比亞迪戶 反過來 短線不願意這樣做 因為說 你之前要買的 早就買了 現在跌的時候 好像剛剛試了 10天線 沒事 但問題現在資金換碼 不是買一些 以往很熱衝的部分 這些股份 可以沒有原因地跌很多 甚至你最擔心 跌第一下 之後那些壞消息 陸續有利 有時候就是這樣 我們猜不到之後 會有什麼壞消息 亦都猜不到 好像昨天突然間 會有些抑鬱 你要股頂 摸底這些 你問專家 問分析員是沒有意思的 你說比亞迪 暫時來說 這樣今天跌下來 沒錯 在這一刻不穿10天線 但很難說明天 說一定不一定能走得住 譬如以ATM的股份為例 剛剛我們說的時候 都沒有跌跌那麼多 越來越跌得多 京東都穿了330元 例如Eric剛剛的問題 可能你短線上 你真的天天看著股價 你先走 一個問題就是 你看壞消息又開始猜出來 內地又說有什麼反壟斷等等 是很無聊的 可能真的未必是真的 但是你短線的估計 有機會錯落你 同樣的 加上比亞迪的道理上面 短線如果你說 新行員的政策 有什麼意欲 未必會改變轉勢 你長期都是負責示範 少許理大因素 它就會有一個調整空間 所以譬如之前200元 你那些人說去追我 如果你做到分駐級立 沒問題 但你分駐級立就 就預算了它之後 有機會跌倒下來 但是在這些位置出手的話 同樣地 如果分駐級立就沒問題 但你起碼要預算三駐 我拜託也不說 你有三十多萬 可以投資在比亞迪上面 可以考慮的 但是你純粹資金緊缺 一駐過 我覺得明明太高風險了 所以你說要買 我都說這一刻 你真的有多餘的錢 想著買東西 我會圍繞著一些 舊經濟股主體 舊經濟股不是真的 完全沒有東西買的 會買得相對比較安全 所以我覺得比亞迪這些位置 你先看清楚 10-10 一駐過 或者你真的資金緊缺 是不適合買比亞迪的 是的 你的朋友就留意了 好 謝謝Anno 你這麼詳盡的分析 你今天的問題答得七七八八 再跟你申報 以上提到股份有沒有持有 是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這個環節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見